第一位,李勇今天,娱乐圈传来噩耗,年近50岁的前央视主持人李勇因患癌去世。 据李勇的老婆哈恩透露,李勇已经经过了17个月的抗癌治疗,事事时间是10月25日的凌晨5点20。 而在今年的8月13日,李勇和哈恩夫妇还曾携带女儿法图麦出现在卫京机场,没想到这却是三人最后一次合体出现在公众事业。 而李勇的最后一条微博则停留在去年11月23日的感恩节,李勇叔叔一路走跑,永远怀念您。 第二位,肖小林1962年出生的肖小林生前一直在央视任职,曾主持过新闻联播,焦点掌谈,万边签,今日说吧等节目。 她外形光感美丽,却目光敏锐,谈吐犀利,因此获得甜蜜美人的外号。 2017年7月12日,肖小林因之常拿转移不幸逝世,年纪55岁。 第三位,罗金1961年出生的罗金,曾经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位央视主持人,因为只要打开新闻联播,就会出现她倾斜的面孔和清爽而极致穿透力的声音。 她曾和赵忠祥,纵是熊并唱播一分剧头,但最年轻的她却最先离开我们。 2008年,罗金被指振为林八阿,2009年6月5日早成去世,年仅48岁。 第四位,房敬1971年出生的房敬生前曾是央视焦点掌谈节目的主持人。 除焦点掌谈外,她还主持《过东方时空》、《国际观察》等节目,拥有博士学历的她学识渊博,谈吐大方,曾获得国际华语主持人金奖。 2015年11月18日,方敬因为爱转肝麻,一直无效去世,年仅44岁。 第五位,王欢1971年出生的王欢,1994年进入央视,曾先后担任东西南北中,中国音乐电视,节目预告,下周电影等栏目的主持人。 她长话飘飘,气质温柔,一直很受观众的欢迎。 2013年7月3日,王欢迎入县癌室市,年仅42岁,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,未经收全部的转载。 2013年7月3日,王欢迎入县癌室市,年仅42岁,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,未经收尽。